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那么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有给大家带来三种的一个安装谷歌play的一个方法啊 谷歌三套件 一个是gbox 一个是gspace 一个是这个 highgoplay啊 这三种方法 那么今天呢 我再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种方法啊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也是傻瓜式一键安装 ok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 我们来到手机 在安装这个在安装这个谷歌框架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打开这个科学上网的啊 只是说在安装完成以后呢 你要在谷歌play里面下载这个软件的时候呢 就是要提前打开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ok 那大家看到啊 我已经把这样一个软件 apk的软件啊 已经下载好 放在桌面上了 那这个软件的话呢 它的名字叫go谷歌安装器啊 那这个app 我也会在视频下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各位小伙伴也可以从其他的渠道来下载啊 非常的简单 ok 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安装啊 直接拖到手机上面来 呃 点继续安装 ok 点继续安装 ok 一个项目已经安装啊 非常的快 我们点完成 啊 我们看看啊 在这里啊 就是这 这一个了啊 go谷歌安装器 ok 我们点击打开它 这边是一个用户协议什么的啊 我们点同意 需要有下权限什么的 我们给他授一下权啊 给他授一下权 他需要这个层储权限 获取设备设备讯息的权限 我们给他授权 ok 这边是始终允许一下吧 啊 允许一下吧 ok 跳过一个广告的话呢 就来到啊 这样一个界面啊 我们放大一点 ok 我们放大一点 它首先来讲的话呢 也是检测了你的机型啊 我这个是荣耀的一个机型的 啊 安卓11的版本啊 未root啊 没有root的一个版本啊 因为之前也有大神教教过这个root 然后安装这些东西 我觉得比较麻烦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root啊 我保持着这个没root的一个系统 ok 这边来讲呢 必备套件有三个啊 一个是谷歌服务框架 一个是谷歌play的服务 一个是谷歌play的一个商店 ok 那么这三个感叹号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它检测到我的手机上啊 没有安装这个三件套 啊 没有安装这个三件套 所以它后面会有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啊 没关系 我们需要安装的话 我们就点这个go一键安装就可以了 ok 它其实组件较多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啊 那是否允许安装 我们点允许 ok 啊 继续安装 ok 完成 那这边这一个是在下载当中 我们稍等片刻 ok 下载完成 我们点允许安装 点继续安装 ok 这个谷歌play 服务 服务 安装成功 ok 第三个是谷歌play商店正在下载 这是重头戏啊 重头戏 我们所有的东西是要在商店里面下载的啊 全面框架什么东西的只是为它服务的 我们点允许 点继续安装 ok 安装完成啊 我们点完成 啊 这里显示是安装成功啊 您是递多少多少位成功安装的这个股份 ok 啊 要不要去评价好评什么的 去看你自己啊 想评价就评一下 不想评价就不评 ok 我们来到桌面啊 啊 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 那个框架来讲的话呢 安装你是看不见的 现在只有一个谷歌商店 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在打开谷歌商店登陆账号下载这个APP之前呢 你必须是要创造一个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啊 要打开科学上网的环境啊 要打开科学上网的环境 那么在安装的情况下 大家看到啊 我是没有打开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的啊 安装是不需要的 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已经给大家演示过啊 怎么样子在谷歌商店里面啊 登陆账号 然后下载你所需要的这个海外的软件啊 那在这里我就不 我就不再演示了啊 ok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啊 主要是介绍怎么样子 通过这个go谷歌安装器来安装这个谷歌三套件的一个方法 非常简单 对吧 三分钟就搞定了了 那假设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